在之前大陸的神舟9號太空船在升空的時候 大家都矚目著看著電視的實況轉播 全世界都在看 但是看到神舟9號旁邊居然出現了兩個亮亮的光點 鍾伯 兩個亮亮的光點是什麼東西啊 神舟9號對中國人來講啊 哇 那是非常大的亮點 但是呢 被你剛剛講的那個兩個亮點 也是大家在看了 你看看 當初神舟9號在今年6月的時候發射升空 它啊 飛飛飛飛飛 整個過程包括火箭點火 然後整流罩脫離 然後再開始往上飛 飛到了哪呢 已經飛到了大氣層的熱城耶 130公里 你有沒有看到紅圈裡頭有兩個光點 出現了 出現了 我特別放慢動作給觀眾朋友看喔 有沒有 這個亮點就從神舟9號的旁邊 就這樣啪啪啪啪就跑過去了 好 我跟各位觀眾朋友講一件事情 這兩個亮點 經過科學的分析 它就是一個不明的飛行物 不明飛行物 在蔣博士的口中就叫什麼 幽浮 那因為它出現在神舟9號 所以呢 我們叫它神舟幽浮 這神舟幽浮 我不知道它從何來 如何來 為何來 這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有三個不可思議的事情 目前中國的這個專業分析師呢 已經幫忙分析出有14種可能 但是我精簡二要的來講 第一個 我講第一個不可思議 我剛才說了 神舟的火箭 是在晚上6點37分21秒點火 40分54秒整流罩脫離 41分15秒 幽浮 這兩個幽浮出現了 嗯 這裡頭我把它稱作叫做什麼呢 神舟幽浮234秒恐怖事件 為什麼 因為才短短3分54秒就234秒 你怎麼突然就冒出來 你到底是從哪來的 而且更怪的是 它只出現1.2秒 嗯 我就出現那1.2秒 我相信在那個地方 可以說是自遠方而來吧 但你又為何只出現1.2秒 你就不見了呢 嗯 第二個 你知道當時 它的飛行高度已經到了130公里 立剛 你是氣象專家 130公里 你告訴過我 那已經在熱城了 對 熱城了 很高 已經是在聯合號太空站的下面了 對 聯合號大概300多公里嘛 好 那我再問一下 請教一下立剛 有人就吐槽啊 就想說 哎呀哎呀 不是啦 那不是幽浮 那是U2 偵察機 U2 飛不到那麼高 偵察機了不起什麼 二十幾公里嘛 對不對 兩萬多公尺嘛 這是13萬公尺 所以呢 它是什麼東西 才能飛這麼高呢 沒有人能夠理解 目前以人類的科技 還做不出能夠飛這麼高的東西 這就是第二個不可思議 第三個不可思議 那才真的厲害了 你知道嗎 經過影片的分析 換算出 它每秒竟然可以跑45公里 也就是時速16萬公里 哇 時速16萬公里 你知道嗎 每秒折二三 每秒45公里有多快 就是從內湖到中正國際機場 一秒就到了 這麼快的速度啦 你說是美國來監控它的嗎 美國來嚇唬它的嗎 我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所以經過這三個不可思議之後呢 我這樣的分析 觀眾朋友有沒有發現 你知道嗎 中國官方都說囉 這大概就是幽浮了啦 就是幽浮了 中國官方都說這個是幽浮了 那我就要問一下姜博士了 會不會是幽浮啊 剛才中博講的 我這邊有一本 今年8A號的匯碟探索 這個是中國官方支持的科普雜誌 中間就其次正式的報告 官方正式的報告 我們來看這個標題有沒有 他這邊講說 神車9號的UFO事件的 定量跟半定量的分析 有沒有 定量跟半定量的分析 那我們看左邊 左邊這個有剛才中博講的 不明飛行亮點 不明飛行亮點 他做的所謂定量 就是數據化的分析 這是觀眾的報告 提出14種可能性 有三種比較值得討論的 剛才第一種中博有稍微提一下 是不是美國的軌道實驗飛行區 就太空飛機 就X37B 我們不要忘掉 剛才拍到的神龍 9號火箭跟不明飛行物體 是用紅外線掃瞄 紅外線掃瞄的換得是非常狹隘 非常狹小 除非這個太空飛機的速度 跟火箭一樣快 而且距離很近 或者掃瞄不到 所以第一個最大的可能性已經被排斥 第二個會不會人造衛星 我們不要忘了 大多數的人造衛星都已經沒有火箭的引擎 沒有燃料噴 所以溫度低 溫度低 紅外線掃瞄 怎麼可能會掃瞄 掃不到 第二個也排斥了 第三個會不會太空垃圾 太空垃圾更是溫度低 所以這三種比較可能的那種現象都已經被排斥 另外14種有其他的嗎 第一個 飛機 飛機根本完全不可能 剛才已經討論過 不可能 有不可能是流星 也不可能 有不可能是其他的所謂的天文物語現象的光學現象 比如說雲層的黃光也排除 有沒有可能鳥群的飛翔不可能飛那麼高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是鏡頭的汙染 克雷俠最願意講的就是 這個是鏡頭的汙染 一個小蒼蠅的汙染 那你科技在研究什麼 你鏡頭都不擦乾淨 你研究什麼 這是非常荒謬的 要不然就是說 照相的扭起變形 這個可能性被排斥掉 然後可不可能其他的奇奇怪怪的 一共14種 最有一種 中國官方說 那就是飛碟 飛碟在飛行 不兵飛行物體 那不兵飛行物體 所謂UFO 不兵飛行物體就是不明 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中間一個不兵飛行物體 就是外星人乘著的飛行器 飛鐵 所以目前 中國的官方沒有講它是飛鐵 說就是UFO不明 那以後進一步研究到 你可能就是來自於外太空飛行器 那這很有趣的 剛才中博講 這火箭是代表中國人的驕傲 是不是外星人來觀測 你在中國星期 所以很明顯的 我們可以看是 以前飛鐵出現的地方是在高科技的國家 美國 日本 歐洲 最近只有幾年來 中國境內飛鐵身材越來越多 我們研究飛鐵的判斷 跟中國的崛起結束有關 所以這個你看 火箭旁邊跟著不明飛行物體 如果進一步分析的話 很可能是外星人來觀測 中國已經興奮到什麼程度 1979年 在伊朗的人質危機事件當中 在中央情報局跟好萊塢聯手出擊 廣告回來揭秘